英女王最主要大家可以留意的是兩個年份 一個是1964年的五仙 一個是1980年的一毫子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只集中於升值、炒賣的過程 亦希望大家留一個紀念 保留香港歷史特別是給下一代 英女王伊麗莎八二世早前與世長遲 大家都想收藏英女王頭像的硬幣 有二手平台開價更高達50萬 收藏家又怎樣看呢? 馬上按進來看足本版吧